最后坟头竖起来的那一刻 鞭炮声响起 之前烧起来 用这种鞭炮声 炸走了这满天的晦气 护送逝世者 让他一路去往 他想去的地方 这就是原坟 跪在坟头的是他的第一孝子 一边在跪地祈祷 另一边要听着道士进章 坟头上众人正在给他铺花圈 有人在给他撒茶叶绿豆米 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 这座新坟的旁边 其实还有更多老坟 跟他同居在附近 大家都有个伴吧 可能是最后的一代守山人 曾经呢一百多户的这种青年人 如今都走的光光 剩下十个不到老人 住在这样的地方 未来他们城归城土归土